Manson 張俊喬 香港歌手 2016年出道 2020年參加ViuTV 《全民造星3》比賽而備受關注 無論是他翻唱的表演 又或者是他有型美麗的外形 都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花姐曾經更加持 說Manson有一種熱故王家區的氣質 Manson自有對音樂 影視工作很有興趣 讀書時期就已經有學很多不同樂器 例如吉他 鋼琴 沙克風 長笛 爵士鼓等等 不止這樣 他還有夾班 擔任主音歌手 亦有開始試試作曲填詞 畢業後他跡身演藝行業 主因英國電影《香港大師》 裏面的片尾曲《All Regrets》 就是他的創作作品之一 我今年的第二首拍作作品 就叫做《無可救藥的浪漫》 好云層是二文社 好記得第一天收到這首歌的demo 是一個很簡單的錄音 是有結他和二文的聲音 第一次聽的時候 就感覺這首歌 很像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故事就是好像有個人不停向前去冒險 和去向著自己的理想不停進發的感覺 亦都有一種浪漫的氛圍在裏面 是一首很大的想像空間的歌 究竟那個人是怎樣去追他的理想 究竟他中間會遇到些甚麼事 和遇到些甚麼景象 就給我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去發揮 就好像搭上了一輛未知的列車 中間會遇到不同的景象 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發生了很多故事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作品 雖然Manson在《全民造星3》20強止步 但他對音樂藝術的熱愛沒有停止過 近期他有一首新歌推出 MV拍到好像電影一樣 非常有藝術感 亦都很想在這裏多謝今次MV的導演 麥道 他花了很多心思去拍攝和剪接 今次拍攝這個MV 其實也是一次很難忘的經歷 因為好像在拍攝一部電影一樣 而女主角阿Fish 亦都是自己一個很欣賞的女演員 今次有機會跟她合作 就覺得過程緊張得來又很好玩 我們今次在MV裏面 就飾演一對落難的情侶 其實就是亡命煙殃 因為一些事而要逃亡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發生很多奇怪的事 其實亡命煙殃這個題材 或者是一些公路電影的題材 自己都恨了很久 經常都想有一個作品 可以拍到這類題材的東西 今次就可以藉著自己這首歌 去拍攝一個MV 所以覺得真的很開心 為了準備這首歌 其實我是搜尋過《羅曼》這句字 我發現字典裏面講的《羅曼》 其實是講一種情懷 就是講一種人類去追求自己想 去追求的理想 或者是一些事物的那種很勇敢的精神 是一種浪漫 我們那一拍MV也都體驗到 其實很多浪漫的東西都是很傻的 還有很危險的 例如是開車上面那場戲 我們很浪漫的 就是在一邊開車一邊玩 但是其實很危險的 還有很傻的 還有很費力的 而對於我來說 可以一邊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一邊在一邊做音樂的路上 一邊發掘不同的可能性 還有遇到很多未知的情況的時候 怎樣去解決或者怎樣去面對 等等這些跟自己相處 或者跟身邊的人相處 一起去解決問題 一起相信同一個信念 都是一種浪漫 Anson的歌聲很有感染力 亦都很有獨特性 而他參加《全民造星3》之前 希望可以磨練出更好的Vocal 而他亦都夢想成真 透過導師幫助 令到他更加了解音樂和唱歌上 以前從未回憶過的細節 我有兩位偶像 第一位偶像是王家驅先生 因為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是生命不在乎你曾經得到過什麼 而是在乎你做過什麼 這句話很影響我的創作 和我怎樣去活我的人生 很多時候感覺到 對於世界佛力或者沒有能量的時候 去聽一下他的歌 或者去找他的訪問來看 每一次都會有些新的啟示 和一些令悟 另一位就是張過榮先生 因為他對於自己的自信 他對於自己在台上的要求和自信 都是作為表演者 一種覺得很敬佩和很尊敬的一種精神 多謝Manson你今天的時間 我們期待更多年的作品面世 如果大家想繼續關注我的狀況 可以在YouTube搜尋 搜尋Manson張俊橋 我在那裡會不定期的 上載自己的MV和最新的音樂 可能會有些Cover 或者一些Vlog的影片 亦都歡迎關注我的Instagram 叫做MansonVibes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我最新的近方 對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